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林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外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林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告别市长情谊永固 昨天下午在休斯顿市政府大厅和美国国会议员格西亚 莱夫切市议员汤姆斯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在休斯顿北区及国际区修建安全走道 也同时向特纳市长告别 我在会上报告了国际区的发展近况 并且特别感谢特纳市长八年来对我们之大力关心和协助 二十多年来我们把一片荒芜之地变成了一个耀眼的经济区 迎签加至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我们和特纳市长的情谊早在八年前当选时就已经开始 在一次亚裔社区领袖之参会上 我们向他提出诸多社区关心知识 包括治安经济及文化技术建设 多年来我们所有主办过的大活动 他从未缺席 包括每年的奴隶新年营业会 国际贸易中心年会 即代表奥巴马总统 为我颁发社会服务奖章及奖状 在他任内并且完成在国际区 埃里夫社区服务中心之大工程 演说完毕 我紧紧握住特纳市长的手 告诉他我们对你的照顾涌于心中 并且希望不久要你为正在新建中的环球地银行大陆剪彩 多年来我们和特纳市长亲入弟兄 我们面临的市政问题一通短信就有回复 我也多次要他到家中做客一杯好茶和便餐 欢聚一堂 如今他现任市长 必会得到白宫之任命其他要职 我们祝福他万事顺遂